综使市场起起伏伏 但冷蓝油板块表现非常的亮丽 那是何板块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今日盘前解析 那今天是3月8号星期一 澳股上周继续波动起伏 但正如上月所说 本轮波动更应该被视为正常行情 至今为止 我并未看到市场崩盘迹象 那周五澳股纵使波动 但能源板块再次鹤立集群 OSH STO与WPL的涨幅名列前茅 欧瓦记的股价是形至关键支声之后 有所反弹 但如果想要逆势 其需要率先站稳五块之上 而在翻红的身影当中 稀土LYC领跌澳股大盘 那关于LYC的过热状态 在近期短信当中 我有反复进行提醒 那对于LYC而言 其下翼支声是在五块七左右 在我个人看来 稀土概念封口远未终结 支付2D ZEP股价继续调整 当初上的有多猛 如今调整可能就会有多快 而这是我更倾向于 龙头APT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下方八块区域 会是ZEP的较大支撑所在 那香港恒生波动较小 上证指数坚守3500点大关 将2021年GDP增长目标 定在6%以上 那新期的政策与方向 值得我们每一位 A股投资者研究与思索 那美国时段新期非农数据 超过预期 三大股指涨幅 接近2% 炒作各大经济体复原速度 可能成为近期市场主线之一 1.9万亿刺激法案终于通过 那在不进行 在不进行大规模加税情况之下 对于财政部长耶伦女士而言 其肩负1.9万亿债券出售的任务 润比苦原来你最苦 那货币方面 美元指数升至92 达到1.19的欧元兑美元 下一支撑是在1.18区域 澳元兑美元跌至0.77 若美元继续上涨 澳元则有望下探至0.75附近 那债券利率仍然高位 美元短期势头生猛 黄金白银依旧承受巨大压力 有仓位者亦观望不亦杀戮的观点不变 那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欢迎喜欢跟任何我们的朋友 点赞与转发 我是GoMarketsAlan 我们下期节目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